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些唇膏 然後呢這幾支都是懸問度非常非常高的唇彩 那就一一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大家是一個比較裸一點點的色系它是粉橘色那有時候大家會覺得上班的時候我不是那麼敢擦亮色系的唇彩該怎麼辦 那我推薦大家這一支就是Jewelie Stewart的它這裡還有一個小鏡子是不是看起來很可愛這樣子 如果你補妝的時候其實可以在這裡這樣照鏡子只是它好笑喔 然後它是淺橘色它的色號是16號是今年春天的新的唇彩 然後就 如果你跟我有一樣困擾的話那我建議你直接買他們系列可以省略掉你唇彩下面還要再擦一個什麼 然後護唇膏啊都不用了它直接擦上去就很有光澤度 然後它雖然看起來很紅其實它塗在嘴巴上一點都不會很紅 是VDL它是在韓國的品牌 那它的地位就很像是Jojo Armani的地位一樣在韓國 那它的唇彩呢我非常喜歡是因為它非常的保濕 就是我剛剛畫給大家看很保濕很順然後很好畫 嗯它的唇彩在這個裡面呢它是屬於紫 眉紫色就是它是粉紅色裡面它是偏紫的色調 今年在韓國很流行偏紫的顏色那如果你皮膚很黑的人呢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我現在這個色號它很厲害的地方 它是有點三角形是有角度的 那所以呢你在畫的時候可以這樣 順著你的嘴巴畫過去到比較豐厚的地方變成垂直狀 到這裡要勾唇峰也很好勾 因為它就是一個三角形的狀態 最重要是它的質地很滑也很順 所以如果你是容易嘴唇乾燥或者有唇紋的女生 它這支唇膏長條型的這一支是可以買的 是比較滑的然後也有添加保濕的 然後也有添加保濕的 接下來呢我現在要介紹的這一款呢 是YouTube House的存彩 這一款呢現在很多很多人詢問 然後在Facebook啊或是在我個人的私訊裡面呢 大家都是一直在詢問這一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女生對於色彩其實都還蠻敏銳的 都知道說喔我今天換了一個 那它這一支屬於就是比較霧面的東西 像我剛剛介紹的VDL 它就是比較滑順的嘛 塗上去它就這樣 肌膚看起來是比較沒有紋理的 比較保濕的 那它呢前面就是做一個很像棉花棒的設計 它的用意呢是你把它擠出來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顏料在這裡之後 你塗在你嘴巴上嘛 塗完了之後呢 利用它利用這個棉花頭的這一端 把它打成一個霧面的效果 所以你的唇彩畫出來是深霉紅色 那VDL其實我也有這個顏色 但是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滑的嘛 滑的跟霧面的效果就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它的顏色非常的顯色 然後因為皮膚比較白 所以呢看起來這個很深的顏色 不會覺得有違和感 它跟紅色不太一樣 一樣都是那麼暗色系的東西 紅色很容易讓人家看起來也厭 但是眉紫色的色調呢 會讓人家看起來就神秘感 會有神秘感的感覺 還蠻推薦給皮膚白人 或者是你厭倦的紅色的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唇彩顏色呢 大家最喜歡哪一支 留言給我吧 好啥 各位去年 顏色的聲音